甘肃省临下州基石山县地震灾情牵动两岸同胞的心 21日下午 由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筹措的806件睡袋顺利装车 启程送往地震灾区 在厦门台商会馆大门口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议会常务副会长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 韩银焕仔细检查清点者一箱箱物资 经文这个甘肃临下州基石山 这个地方有发生地震灾害 那我们台商协会的话 在第一时间我们就跟我们协会里面的领导层 大家都在进行交流 然后跟他们进行沟通 协会里面第一时间投措物资 第一个我们这一次的话 准备了800条的血带 另外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建林健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还有新凯富财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三家企业每一家企业的话 捐献100万 共计是300万 那我相信我们协会这边的话 还会有更多人 他会有这个意愿来进行 震灾救济的这些援助 由于厦门市近日受冷空气影响 物资装车现场刮着阵阵寒风 但忙碌搬运的人们 更牵挂远方同胞的冷暖 806件睡袋被装成134箱 将用专车专送的方式 由两名司机接力驾驶 奔驰2500公里 送往甘肃省临夏州 基石山保安族 东山族 沙拉族自治县 吹麻滩镇 希望透过这个行动 来告诉临夏州 基石山的同胞们 你们辛苦了 我们在你们身边 我们想办法来做资源 跟支持 希望能够赶快把这灾难能够消除 让他们好好的过 元旦好好的过出息 请一人订阅 请一人订阅